台东立家慈德寺最早由玄德法师创立 希望能够自立立他 位于台东北南乡的慈德寺 在立家村立明路上 寺院以山市而建 因此有前殿、大殿与后殿 慈德寺的开山祖师玄德法师 原来是屏东人 后来是此地开山近寺 可惜他在2014年原籍舍报后 目前事务管理人施居士 也是法师俗家的儿子 他从法师见识时就护持至今 这一路来的变化 带我们来回顾 我们现在虽然是开山祖师 虽然是冠胜 但是我们一直在开山祖师 他的姓冠 我们照开山祖师 他的教育 我们这样在做 我们完全 我们以政法在修持 以政法在做 我们特地不能偏离政法在做中 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嘿 大家欧米豆腐 我们现在要介绍我们这里的景象 你看我们这里的风景非常美麗 我们的头前 可以看到我们台湯市区 也可以看到里蜜山 还有就是太平洋 今天今天因为天气较暮 所以我们力度看不到 并说天气较轻 我们力度非常美麗 这空气非常好 适合我们大家来这里建筑 来这里共修的所在 现在很简单 替我们天然大家介绍 我们的台湯市你看看 看得很漂亮的 我们的里蜜山看得都很漂亮 整片的风景看得都很漂亮 所以我们很适合 收到也好 来这里建筑也好 来这里建筑也好 慈德寺的建筑共有三栋 前殿是芝克与纳谷苑 中间则是三宝殿 也是慈德寺最早的建筑体 大殿前广场通常在法会时才使用 从这里就可以俯瞰整个台东平原 往后走就可以来到大雄宝殿 这里通常在大型法会的时候才作为讲堂使用 来到这里视野更为辽阔 在天气好的时候甚至能看到绿岛和蓝宇 慈德寺虽然没有宏伟的建筑 但却带有早期佛寺的古仆氛围 有机会可以来此礼佛 法律新闻无用曲台东采访报导